好,我们来看七十一题 ABC珠 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ABC珠 已知A1垂直BC A1垂直BC AB等于15公分 好,我们把15谱上去 它等于15公分,这边就15公分哦 平行四边形对边 互相平行,而且等长 好,A1等于10 这里跟我们讲了A1等于10 这是这个垂直BC的这条线 A1等于10 如果平行四边形ABC珠的周长是62 则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多少? 周长,哦,什么是周长呢? AB加BC加C珠加A珠 好,那这两个BC跟A珠又会等长 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15了 所以我们把它的这个周长 62,减掉15 减掉15,就是30 减完之后,这个长度就是A珠跟B珠合起来 我们再去除以2就好 好,这样懂吗? 好,那等于多少呢? 这个是多少? 62减30,是不是? 32除以2 好,那16 16,16就是A珠 也是BC 好,这里就是16了 这里就是16 那他问我们什么 ABC珠的面积 太简单了 他就是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就是底乘以高 就好了 底乘以高等于160 这160就是ABC珠的面积了 再来,如果平行四边形为AB 所以ABC珠的面积是150 则平行四边形 ABC珠的周长 好,面积是150 150怎么来? 底乘以高 好,那底 VC 乘以高 题目过我们的10 如果面积是150 所以呢 VC是不是就等于15了? 所以平行四边形的周长 那VC等于15的话 A珠也会等于15 然后再加上AB跟AB 再加上AB是15 AB15 C珠15 那就等于四边都15 所以他的周长就是15 乘以4等于60 好,看72题 平行四边形 ABC珠中 角A加角C等于角V加角珠 平行四边形 ABC珠中 好,再复习一次哦 平行四边形 对边等长 而且互相平行 对边等长 而且互相平行 对角会相等 零角 零角会互补 好 角A加角C等于角V加角珠 欸,角A是角C的对角 角C是角A的对角 它互为对角 这也互为对角 所以呢 角A等于角C 角V 角V 也等于角珠 好,角A等于角C等于角V等于角珠 带入这里 我角C用角A带 我的角C用角A带 角C等于角A嘛 那我可不可以说角A加角A 可以哦 所以角A加角A 好,等于 这里等于就把它写下来 那角V又等于角珠 所以我这里的角珠 我就用角V来代替 好,角V加角V 接下来 两个角A会等于两个角V 然后 然后呢 角A加角V又是多少 180 那我们先看哦 角A等于角V 对不对 好,那角A加角V 又是等于180 因为它们互为 互为 什么 同侧内角 好 这是不是同侧内角 或是平行是平行的 零角是互补的 所以 角A 好 角V加角A 是不是等于180度 然后 它们两个都相等 所以角A等于角V 等于180度 180度 180度怎么样呢 除以2 等于90度 所以角A等于90度 来看应用题 这也不会很难哦 这一单元就是 小朋友观念一定要懂 不要去死背 做法也不要去死背下来 去理解 做法都有很多种 你只要理解 你就会解了 平行是平行AVC珠的周长是40 以至AV比VC多4公分 不要急 先把图画出来 平行是平行AVC珠周长是40 什么是周长 周长是不是AV加VC加C珠加A珠 是40 那 这两个等长 这两个等长 所以呢 我把40把它分成两份 一份就是这个 他加他 另外一份就是他加他 好 第1个 40 先除以2 等于20 好 这个20就等于AV加VC 那我们看AV比VC多4公分 图解啊 AV VC AV比 假如AV这么长 那VC就是这样 AV 比VC多4公分 多4公分 好 虚线画下来 这一段就是4公分 那AV加VC 是不是就等于20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20 先减掉4 减掉之后 剩下的平分给这两段 好 20 减4等于16 16 16 除以2 等于8 好 再超 AB加VC 是不是等于20 全部是20 我把4减掉 剩下的 这两段要一样长 那这两段就是8 8 所以AB AB就等于8加4 AB就是等于12 VC 就等于8公分 好 那AB 是不是就等于C珠 好 所以 AB 等于8加4 等于12 他又等于C珠 对边等长哦 好 VC 等于8 又等于A珠 好 然后他问我们 然后他问我们什么 好 平行四边行 各边的长度分别是多少呢 那这个就要一个一个回答 好 答 好 怎么求呢 好 AB 等于12公分 BC 等于8公分 C珠 等于12公分 好 A珠 等于8公分 等于12公分 等于12公分 接下来